健康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講到健康 自從食安風暴之後 柴米油鹽 醬醋茶 很多人都很擔心 外頭市面上買的成品 到底吃得安不安心 可是偏偏有些時候 你做料理的時候 就擦蔥油這一味 有些時候就擦蒜片 蒜油這一味 還有一些時候 季節性一冷了之後 有一些人吃一點 這一個焦麻辣味 像我手上這樣的花椒油 就是關鍵的靈魂滋味 可是這一些健康又美味的油 怎麼樣自己在家裡 簡單來製作呢 待會兒健康好生活 這一集就會好好 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今天陪我們一起分享了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好朋友 洪文翔醫生 您剛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再來是我們的生活好朋友 洪素卿 大家好 好 再來是我們的營養好朋友 許瓊月 大家好 好 再來是我們的演藝圈 女廚神曾雅蘭 大家好 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洛基因漢師傅 大家好 好 再來是我們的台菜好朋友 台菜小天王 溫國志師傅 大家好 好 我先問一下素卿 我剛剛講柴米油鹽醬醋茶 那這個黑心油風暴之後 很多人擔心油跟油製品 到底安不安心 可是偏偏日常生活 很多傳統美味料理 真的都差這一味 比方像我手上這個 這個是蔥油油蔥酥 那很多是從阿嬤的滋味傳承下來 可是現代的人 很多人不會自己做 那像我手上這一個健康的蒜油 這個中西料理都可以做 那有一些人喜歡吃比較一點點焦麻辣味的 我手上這個金黃色澤的焦麻油 也是健康又美味的好油 其實油在我們烹調之中 除了扮演說它可能是加熱的介質 同時它也讓我們覺得比較有飽足感之外 其實由於是很多我們的香氣 我們包括這些芳香氣的物質 它必須它融在裡面才會 它是油融性的 所以這些東西你會覺得它爆香鍋之後 它有了油之後有介質它會特別的香 可是問題來了 就是說我們現在發現爆香 雖然是幾乎是我們台菜或中華菜式的起手式 就是熱油然後蔥薑蒜下去就爆香 可是這個很香的過程 卻也產生一些有問題的物質 第一如果你用的是那種不飽和 脂肪酸比較多的油脂 又擔心它一冒煙之後油就變質了 那如果你用的是動物脂肪 雖然飽和也耐熱 可是又擔心說怎麼辦 又變成我們心血管負擔 所以怎麼樣可以做出 就是又香又沒有負擔你的油變成很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 油對我們的影響不是只是讓我們發胖 油呢如果不好的油脂可能造成一些 第一個我們現在知道它可能跟 我們所謂代謝症候群是有關的 因為它讓你的細胞膜的組成呢 好像真的變成壞油在那上面之後 它變得特別不靈敏 所以它跟代謝症候群有關 第二個呢我們認為說大家知道跟心血管疾病有關 現在認為它甚至跟我們一些失智症可能也有關係 所以你到底怎麼樣用好油 然後怎麼樣能夠又香 可是又不會吃盡負擔 這就真的要技巧 這也是我們今天三個廚師要教大家的最重要的秘方 真的而且洪醫師油是人體每天必須的營養素之一 可是人體要的是好油嗎 是 大家都聞油色變 都會覺得說好像油脂實在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那是因為現在飲食大家吃太多油脂了 但是油脂的確是我們必須要的營養素之一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我們人體要合成很多的賀爾蒙 事實上都是需要靠油脂 還有很多的一些脂溶性維生素ADEK 都是需要靠油脂 還有大家一定知道 大家所有的營養師都叫大家不要吃豬腦 為什麼 因為豬腦裡面膽固醇好高 其實人腦跟豬腦一樣 裡面膽固醇也很高 人腦反正就60大概都脂質構成的 所以你如果說我們講 之前不是有流行說 有人失智症之後去吃椰子油吃什麼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事實上跟很多的那個脂質 跟我們的那個大腦 大腦需要吃某一部分的健康的油脂 所以要到底要怎麼健康的吃油 我是建議當然 有好就是飽和脂肪酸 難道就比較不好 不飽和脂肪酸比較 我是覺得說要適量攝取都是好油 不飽和脂肪酸的確可以降低我們的一些血管 什麼動脈酸塞這些的危險 但是飽和脂肪酸 如果你噴調的方式是要使用到比較高溫的 尤其我們中式一些料理 你要現代每個人都不用油炸事物是不可能 但是你要油炸你就不能使用一些不飽和脂肪酸 這個反而造成一些不穩定 那我唯一我認為最不好不好油叫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就是一些氫化的植物油 我們說植物油是液態的 但是我們要讓它變成一個半固態 變得保存比較久 我們就會把它施工變成一個叫做氫化的植物油 那氫化植物油這種反式脂肪酸 這個就真的是壞處很多 那在哪裡有像我們常吃的那些烘焙類的東西 一些蛋糕甜甜圈炸雞 幾乎都會吃到這種很乳馬林這一類的 都是叫氫化的一些植物油 那這個真的是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在我們身體裡面 它會抑制那些好的膽固醇 把我們的低密度膽固醇 那個會造成酸塞的那種膽固醇整個拉高 所以大家尤其是現代化的飲食 我剛剛講那些什麼炸雞甜甜圈什麼 這大家都很喜歡吃 這個反而應該是減少攝取 好 接下來雅蘭就要來分享 這個你們家常常這個季節會做的 這個蒜片跟蒜油 對 那今天這一小罐好像就是 你事先做好帶來的 對 沒錯 就是我昨天炸完之後帶來的 來 我給鏡頭看一下 曾雅蘭自己炸了蒜片 這胡昌明愛吃小菜跟料理的蒜片 對 這個配牛排 雞排超讚 真的 這個配沙拉 配小菜也都超讚 都適合 對 那你就會自己做蒜油跟蒜片 而且做完的成品剛好這樣 油蒜分離 對 然後這個蒜片其實可以做起來放 大概如果你炸起來差不多 如果放在一般常溫的話 可以五天到七天 對 是不會有油耗味的 因為我試驗過 那超過一個禮拜可能就會有油耗味 那小小的蒜油還可以拿來炒菜 跟炒意大利麵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今天就準備 就來分享怎麼做蒜油跟蒜片 對 那其實炸蒜片啊 有一些技巧 好 因為 我們先熱了一個小小的鍋子 對 那因為我用的油沒有量沒有非常的多 所以呢 你的鍋一定要小一點 不能太大 就你是家庭一家四孔 對 沒錯 你的量沒有那麼大 所以你不可能一次炸一大鍋 對 那相對上需要的油量跟需要的這個蒜片 也沒有那麼多 沒錯 而且很多人是不鼓勵使用回鍋油嘛 你這個弄完就是蒜油 還會順便做料理把它撈掉 對 沒錯 所以你也不會太高溫 對 完全不會浪費 好 大概在140 150左右溫度 好 我們先這個熱鍋子 然後順便放油 那現在要熱油 所以我這一鍋的油起來 差不多就是這個量 這個樣子的量 對 差不多 好 然後蒜片差不多就是這個量 我給鏡頭拍一下蒜片特寫 對 這個蒜片炸得很金黃酥脆 像那個杏仁片一樣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真的像杏仁片 也像杏仁片 然後它很乾爽 你也吸了油 對 所以它沒有任何的油耗 或者任何殘餘的油 然後蒜片也可以當零嘴吃 沒錯 然後你也可以加一點胡椒鹽 然後直接變成餅乾 就很爽脆 你看 這樣我有就很自動的 自動的離開座位 但是我們待會兒要做料理 你們只能分三片種 我跟你講 它酥脆到像餅乾 對 像餅乾 然後它咬下去有蒜的香味 對 超好吃 對 然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經驗 因為現在不是有市售賣那種 直接脫好膜的蒜頭 對 然後我昨天就去買回來 想說偷懶 我就不剝皮了 我就直接切一切下去炸 都失敗 因為那個可能水分含量太高 所以你下去炸的時候 它很容易焦化 對 對 所以還是要用新鮮的蒜頭 好 然後呢 我要抓油溫要怎麼抓 我現在放了一個蒜片進去 它已經開始慢慢的在冒泡上來了 對不對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下蒜片了 哦 所以它不用高溫到非常高溫 沒有不用到那麼高溫 那最近因為本地今年天災人禍的關係 這個雲林的這個蒜產量變少 對 所以市面上反而有很多那種外型很雪白的 西班牙蒜頭 對 那個是進口蒜 對 進口蒜 你今天這一批 昨天因為採買 也是這樣的西班牙蒜頭 沒錯 可是也OK 也不影響它的風味也可以這樣子做 對 也是好吃的 因為現在我們本地的蒜頭季節已經過了 季節過了又太貴 對 會太貴 那所以我的 我現在用的都是中小火 你現在的火很小 不能太大 因為你只要一太大 它就很容易焦 蒜頭只要一焦就苦 對 就會苦 所以你 然後呢 當你在炸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技巧 就是 這樣攪拌 對 邊攪拌 因為這樣子它的油溫才會平衡 那現在冒泡泡應該有 是慢慢的它的水分在流失 對 沒錯 所以是OK的 對 是OK的 現在是非常的中小火 對 然後這個你今天是一個小鐵鍋 所以你今天在用這一個攪拌它 對 那目的都是為了讓它不要焦掉 對 然後我這邊稍微熱一下鍋子 我可以請林冠姐幫我邊煎牛排 好 那今天這一個是牛小排嘛 對 好 所以我們直接熱這個不沾鍋 對 好 然後我現在就會離火 因為我覺得有一點高溫了 我就會把它離火 然後等溫度稍微再降一點之後 再過去 對 再過去 所以你掌握那個火候 就是溫度太高的時候 稍微讓它這個離火一下 對 不然溫度太高 它整個就是會焦掉 我覺得自己在家裡會炸蒜片 真的很厲害 雅蘭那個已經上色了 現在這樣子像杏仁片一樣 開始就要倒掉了 它還半黃半白 為什麼 你知道嗎 我要給鏡頭拍 它的熟成跟現在還有色彩 對 沒錯 我跟你講 為什麼你一定要現在上 因為它會有餘溫 當它餘溫再加熱的時候 你的蒜片就會更黑更焦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點 像杏仁片的時候 就趕快上來了 沒有失敗吧 我現在在打抖 所以這兩個顏色有色差 我們給鏡頭拍一下 這裡還沒有那麼黃 然後這裡是相對比較黃的 對 它的油溫已經上來了 所以現在越來越平均了 好厲害 等一下林冠姐可以試試看現炸的 好 然後林冠姐你聽聽看聲音 有沒有 還在吸 對 就是有像餅乾的那個速度 對 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會用稀油麵紙 稀油麵紙 好 不是 廚房紙巾 廚房紙巾 好緊張 我很怕失敗你知道嗎 害我現在一直在發抖 不但很怕失敗 我們同樣還熱了一個不沾鍋 煎了兩塊牛小排 那牛小排只有上面撒一點點鹽巴跟黑胡椒 對 那就直接吃原汁原味 對 沒錯 然後煎牛排我們把它開大火 好 對 我們要把外面的肉汁給鎖住 我成功了 我好感動 好緊張 好 那這一個是新鮮的蒜片 應該很脆 好吃 更好吃 更好吃 現在炸的更新鮮 真的 好 那這一個蒜片 雅蘭就要來炒一個義大利麵 跟這個配牛排 好 然後剩下的蒜油就是可以炒菜炒麵 對 好 那記得鍋子不要太熱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要再加新鮮的蒜頭 對 所以新鮮的蒜頭如果你一過熱 它就會焦掉 對 所以我們的油絕對不能太高溫 好 然後我慢慢讓它爆香 好 我們爆香 這個現炸出來的蒜片 比剛剛那個更好吃 而且那個辛辣味就沒有那麼明顯 對 它變成蒜香整個味道 但是那個沒有那麼辛辣 真的 真的 還好沒有丟臉 因為大家都知道蒜頭對健康非常好 因為其中含硫化合物 在經過我們切之後呢 酵素釋放出來就會變成蒜素 那一般來講蒜素呢 早年呢 醫藥不發達的時候 大蒜這個蒜素有天然抗生素之稱 所以他們認為它可以抗菌 甚至可以抗病毒 所以第一個它對你的身體就是 可以幫助你防禦外來的這些病原體 可第二個部分呢 現在人最擔心的是血管相關的疾病 那他們認為說它也可以幫你降低膽固醇 跟這個血脂 讓你的血管彈性變好 另外呢我們發現說 現代人最害怕另外一種疾病叫什麼 代謝症候群 就是你的血糖可能會太高 那大蒜可以幫助你呢 調節你的血糖 所以它其實有非常多的好處 當然我們認為含硫化合物 甚至你會發現坊間有一些那種 所謂的維他命B的這些產品 它其實就是大蒜加上維他命B 那有什麼好處呢 大蒜裡面有一種類似 維他命B的前驅物 B1的前驅物 所以吃了之後呢 因為它本身形成的前驅物 形成了B1之後很特別是 它比較像脂溶性 因為B群有時候喝水 或者你會覺得說 怎麼好像尿尿就尿掉了 可是如果是這種大蒜形成的這一種 它相對有一點點脂溶性的特色 所以它可以流存的時間是比較久的 所以如果他們想要用那種高效的 什麼紫酸痛或幹嘛 他們早年就是從大蒜來的 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多 可是如果我們不經過這樣炸 有些人會覺得太刺激了 就覺得胃受不了 甚至有些人說吃太多對眼睛不好 可是如果稍微用這樣油炸 其實就還不錯 只不過擔心過度高溫 可能會影響我們硫化物的這個作用 所以一些是吃生的 那一些可以吃這種熟的 我覺得對現代人來講 就是兩邊平衡會蠻理想的 好 那同一時間我們炒香的這個蒜末 然後我就開始加一點點的水 好 那如果有煮麵水 你就加煮麵水 對 他們應該是倒掉了 好 沒關係 那如果有煮義大利麵的煮麵水 這裡原湯化原食用煮麵水更好 然後我們加一點點的雞湯 好 一點點的雞湯 對 我用一點雞湯 好 然後呢 同一時間雅蘭的牛排煎了之後 先把它拿出來靜置 對 我要靜置一下 然後讓它裡面比較熟化 對 肉汁鎖在裡面 對 好 那剩下來的這個鍋子 我們就還要再炒 義大利麵 對 我稍微讓它乳化一下 好 其實大家如果喜歡蒜油 除了這種做法之外 另外一種更 大家可能更健康的做法 可是你沒有辦法得到蒜片 就是直接冷泡的方式做 對 因為我們都知道 剛剛講蒜油很香 可是擔心它在高溫烹煮的過程 產生一些不好的變化 所以現在如果又要香 又不需要它有變化的話 就是用冷泡 把這些蒜弄乾淨之後 直接剁 甚至一整顆放進去都沒關係 就把它泡起來用 然後放在冰箱裡面 那一樣 你到時候就是整個炒好之後 放進去調味和一和 也會有香氣 得到蒜的好處 同時呢 你就不會擔心 因為油溫變化 造成油脂氧化影響了身體健康 對 好 那雅蘭今天準備的是 非常簡單的大蒜義大利麵 對 沒錯 用蒜油跟蒜末來炒義大利麵 對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把義大利麵先燙好了 對 它是可以幫助我們 延長會太空的時間 就是會比較有飽足感 對 放在油裡面還可以那麼吃 對 它把我們所有的蛋白質 全部都舉動在一起了 不只是好吃 還把營養的概念 全部弄進去了 再加一點胡椒鹽 對 加一點胡椒鹽 那我們再搭配一點蔬菜 對 搭配一點花椰菜跟玉米筍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擺盤了 好 雅蘭今天自己還準備盤子來 對 真的 要把他們猴事料理 對 你們加燕客菜 要燕的這一個大蒜義大利麵 對 好 我們先擺的是義大利麵 對 我再加一點 上面待會還要鋪滿的是牛排跟蒜片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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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取一部分 放在盤子上 然後稍微把它捲一下 好 哇 你們等一下吃飯還會這麼講究擺盤 對 一定要的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把牛排 好 這個剛剛靜置的 讓它肉汁鎖在裡面 現在來斜切牛排 斜切牛排 哇 難怪你們家可以一天到晚驗客驗菜 有夠厲害的 對 蒜牛 蒜片都自己做 對 哇 好 然後這樣 哇 整個鋪上去 好 鋪上去 對 好 然後呢 把我們的蔬菜 好 我們是先稍微汆燙了玉米薯 拿花椰菜 這個可以自己跟著季節搭配來調整 好 然後接下來在上面 好 鋪滿蒜片 這蒜片真的好脆喔 真的 媽呀 像餅乾一樣 你聽到聲音嗎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哇 亞蘭這個蒜片 果然炒麵炒菜 都搭配很好吃 搭肉也非常好吃 它這整個就是我們剛才講 它如果單吃它 其實就已經是香脆夠味的 因為不油膩 但是也香 而且現炸的 其實它的蒜蠟素還是有一些 你會覺得很夠勁喔 可是如果把它跟我們的 這個義大利麵一起吃 因為你會發現 一般來講我們義大利麵 如果你要把它爆出那個 蒜頭的香味 你可能也需要一段時間 可是因為它用的油 是本來就已經是 爆過這個蒜片的油 所以你會發現 拌炒一下之後 整個那個吃起來 是不是就整個 有一種濃縮蒜油的感覺 其實就非常的好吃 然後如果再拌上它這個蒜片 不得了 它又把它切回去之後 你會覺得蒜咬咬咬咬 之後還有點黏黏的 就是它好像感覺 那個蒜裡面 一點點微微的糖的成分 就會變成 一種膠質跑出來 不過蒜雅蘭這樣做 好像有點不難 但是在家裡 真的要挑戰 油溫可能要控制得好 對 油溫要控制得好 而且一般人 老師以為 擔心吃油會胖 或者不健康 其實是要吃對好油嗎 對 因為其實大家的 健康觀念都有 所以其實現在要 吃到很大量油 其實比較少 反而是要挑對正確的油 那其實像我在門展 我就有遇過就是 她是一個媽媽 可是她就是很養生 所以她就說她都不吃油炸的 然後她也都不用油 結果你知道她來的時候 她的體脂肪非常高 她體脂肪高到三十幾 結果後來一問之間發現 她完全不吃油 但是因為其實油脂在人體 還是有它的好處 它是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可以幫我們 就是延長胃排空的時間 就是你會比較有飽足感 然後她變成就是 下午的時候就開始肚子餓 所以她開始找一些餅乾啊 或是點心吃 結果反而就是讓這些東西 轉變成體脂肪 然後儲存在身體裡面 那其實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還有很常遇到問題 就是因為不吃油 結果讓自己的一些 脂溶性維生素的那個 身體含量都滿低的 像剛這個媽媽 我們一測啊 她的維生素AD、E、K 其實都是不足的 對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就是 變成就是要教大家 就是要選對好的油 那適當的吃油 就是一天大概就是 3茶匙到8茶匙 就是看你每一個人的需求量 然後去做一個調整這樣子 好 那除了雅蘭分享的 蒜片跟蒜油之外 這罐很厲害的油蔥酥 跟這個蔥油 就是洛師傅做的 那洛師傅要跟大家分享 油蔥酥跟蔥油在家裡 很簡單自己都能做 是的 因為我們現在用一碗的這個 紅蔥頭 紅蔥頭把它切成片狀 那片狀大小不一沒關心 就是把那個 我們磨掉之後 你就把它切成 比較平均一點就可以 那你也可以用那個 果菜料理機把它打碎 對 可是你切的話 它就是比較好看 然後吃起來也會比較酥 對 那所以這個是一碗的紅蔥頭 對 那對上一碗的這個油是 這是那個我們的那個 芥末子油 芥末子油 對 那1比1就可以來做 這個紅蔥頭的油蔥酥 對 那我們下鍋的時候 是冷鍋冷油一起下去 妙了 那你1比1兩鍋一起下 對 兩種一起下 然後冷鍋冷油 那這個時候 再把鍋子的爐火開大火 對 開大火 那我們就是平均 讓它受熱平均 那你在受熱的時候 它其實到130度 140度 它都永遠空溫在那邊 那跟芽蘭一樣就是 你在炒這個油蔥酥的時候 如果太熱的話 你就要離鍋 對 那你在炒的時候 冷鍋的時候 你就要不斷的去攪拌 好 那不斷的攪拌之後 它會出很多的水分 對 那沒關係 你在攪拌的當中 它就會整個都會刪掉了 對 那我們用一碗為基準的話 你在炒的話 一般家庭在用的話也方便 那如果你要保存的話 我是建議大家 不要把油蔥酥把它分開了 油分開了 或者是那個酥把它分開了 我們就把它加在一起 然後放在室溫裡面 那你也可以把它冰起來 冰起來存放會比較久 好 所以這樣子自己做的 做好了之後 油酥 這個酥都還會酥對不對 對 會 你現在吃 它其實還是 我的媽 有夠香 對 它現在還是酥的 那我現在先撈一點點 給鏡頭拍一下下 然後很自動的又跑出來了 來 來 我們給鏡頭拍一下下 這個撈出來的油從酥還酥 真的是酥的 它感覺很像摩擦身點心餅 小小顆這樣子 因為它也是那樣 我有聽到烤烤烤的聲音 對啊 你有聽到 我只好分你吃一顆 就是有耶 迷你版的洋蔥圈 對 它其實好像很香的 可是你泡在裡面 覺得它會軟 其實它不會 這一次給你 好 可是我是因為早上做的 如果冰起來的話 它還是保存這樣子 對 好酥喔 所以它派這樣 迷你版的洋蔥圈 怎麼那麼像餅乾喔 對啊 那油裡面還可以那麼酥 對 為什麼 因為它水分都流失了是不是 對 它水分我們都炸掉了 所以它裡面只有油而已 真的喔 然後我們常常有些台菜料理喔 最後加的油蔥就是這味 對 很多人吃那個鹹粥 也一樣要加這味 好 快好了喔 快好了喔 你看 顏色一變了之後就起來了 所以顏色到這裡就要起來了 對 這裡就要起來 你看喔 起來就是這樣子酥酥的 哇 真的耶 這個跟曾亞蘭剛剛那個做法一樣 有點像 顏色沒有黃到金黃色 不行 就要撈起來 對 然後它的餘溫 會讓它持續加熱上色 對 然後這時候啊 你就是要讓它 有一點點空氣進去 那你在 其實你聽它的聲音 它聲音越響 表示這個炸得越成功 對 好響好響 對 所以你就會慢慢的抖 慢慢的抖 那我們大部分都是把它放置涼了之後 再把它裝在這個瓶子裡面 好 那師傅就是這一味 就是這一味 那這一味有些時候做羹塘 做各式各樣的台菜料理 就差這一味 對對對 其實老實講你在家裡 就拌個青菜就好了啦 我跟你講這個就值得 還有麵線汆燙好 就拌一拌就好吃了 對 那師傅就要用這一味喔 來做另外一個海鮮堡對不對 對 我們做一個海鮮堡 可是我是用一個咖哩的方式 那海鮮堡的話裡面 我是加上我們的那個 就是帆利貝 大顆的帆利貝 然後跟蝦子 然後再過來中捲 這三樣東西 那你也可以加上肉類 然後這個我們就用 這個鑄鐵鍋下去 一起把它炒起來就可以了 我們用剛剛的蔥油 下去再爆香 然後我們再加上一點點的洋蔥 那這個蔥油 現在爆的是洋蔥 對 洋蔥 洋蔥下去 我們先稍微把它爆一下 好 然後這裡面我們要加上 一點點的咖哩粉 好 這個時候 我們要加一點點的咖哩粉 對 咖哩粉下去 然後洋蔥啊 下去炒香了就可以了 就是有一點點半透明的 好 這時候我們的咖哩粉 差不多一大匙下來 師傅外頭現在有一陣子 很流行賣某一種鵝油香蔥 然後就說那個鵝油香蔥 拌飯拌麵 拌青菜 超好吃 對 那你今天公開這個秘方之後 真的 大家在家裡頭就可以自己做自己 可以可以可以 真的 不得了 不得了 然後這裡面我們是稍微炒一下之後 我們就把我們的中捲下鍋 中捲 好 我們先炒的是洋蔥跟一點點的薑黃 跟咖哩粉 然後蝦子 再來海鮮喔 中捲跟蝦子喔 跟今天師傅還準備一點帆利費喔 對 都可以一起下 然後我們蝦子就是中間那個可以 把它剝掉了 對 那等一下你們再吃也方便 然後這稍微炒一下 就讓它有香氣出來 那咖哩的香味就完全的 然後我們就差不多這個高湯 好 差不多三碗的高湯就加進去 好 這個是一般的雞骨高湯 雞骨高湯就可以了 好 這裡面我們稍微把它煮滾 煮滾一下 然後讓它這個海鮮的那個味道 完全在裡面 哇 香喔 對 好香喔 今天要把這個 雪雪球就裝開下去 你油它大部分都是三種油結合在一起 讓它相似在煮的當中 它會層層堆疊 難怪花椒被列為十三香之首 吃完之後會享受那種麻麻的感覺 好舒服喔 在舌頭上 對 真的 好 因為它這個我稍微有 就是燙一下了 那你就不要直接下去 我們等一下就把它下去 讓它入味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裡面 我們加上一點點的福龍豆腐 好 讓它這個味道更好吃 所以你就把它擺上去就可以了 好 擺一點福龍豆腐 對 讓它有一點點的口感 好 光聞到這個味道都覺得暖起來了 真的 那其實我這裡面又放了一個 比較飽足的東西就是冬粉 那冬粉只要放一點點下去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最後再準備一點冬粉 對 那這個還準備一點的肉片 跟一點的蔥啊 這個芹菜啊 對 還有兩個蛋 那師傅這個 這個要讓它滾一下 滾一下 滾一下因為我們下去的時候 冬粉會吸上一點點的油脂 那個水分 好 這個冬粉有稍微泡過 要泡過之後啊 它本身會比較那個 好 大概泡多久 泡差不多30分鐘就可以了 好 稍微把乾的冬粉 這個清水浸泡30分鐘左右 然後如果怕它這個不好咬的 稍微剪斷它嘛 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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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稍微剪一下這樣子 然後這個我們稍微 讓它吸一點點的這個水分 然後這個下去之後 我們一樣把這個 就把它擺上去 把我們的帆利貝擺下去 然後這個完全給它滾 讓它滾就可以了 好 師傅順便問一下 帆利貝市面上賣這一種 好像有些也是熟食的嘛 對對 其實你盡量買熟食的會比較好 為什麼 對 因為會 它本身的甜分會比較甜 它有的 就是它本身比較不會 就是我們講的污染到 對 我是建議就是買 就是比較 就是已經汆燙過的 已經汆燙過了 那生死的反而相對 你覺得比較不安心 對對對 就是有時候它在 運送當中 如果沾到一些不好的 一個菌的話 它很容易就腐敗了 那你用熟成的話 它其實老實講 它釘在那邊 它就比較不會 對 好 這個把它排下去之後 它慢慢的滾了對不對 因為素青沒有吃牛肉 所以我們就牛肉另外炒 容器你可以直接加 我不在意 對對對 我們就另外炒 我們其實好講 我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你在上面這邊 有很多的海鮮了 對 它的甜分已經夠了 對 可是加上肉質 它始終會比較就是 味道會更鮮 所以我們就會加上肉類 或者豬肉都可以 好 那我們就是 用這樣的一個鍋物 把它下去我們稍微炒一下 等一下我們就是加上 這兩個 然後一起跟著油蔥酥 一起下去炒 然後上面再擦 全部的油蔥酥 那整個味道就會出來 可是師傅為什麼 你的肉片是要外炒 對 因為下去煮的時候 它只是汆燙 對 它不香 炒過之後它會變香 所以反而是在這裡 要先炒熟 對 這裡面 就是不要加鹽巴 我們加醬油下去 好 這個醬油把它加下去 好 我們大概有一小匙的醬油 對 那自己的鹹度 自己可以斟酌 對 然後一點點的糖 綜合一下 不要加太多 因為它這個裡面有 很多的甜分 對 好 好 那我們同時 來炒這一個肉片 肉片你就油花漂亮一點就可以了 對 所以就是我們常常講 新鮮的鮮 鮮美的鮮 對 是一個魚加一個羊 對 那就是說 魚肉跟羊肉搭起來特別鮮嗎 對 就可以 那就海鮮跟紅肉搭起來特別鮮 對 沒錯 這個就是一半的這個 辛加料下去 好 一半的蔥段 一半的芹菜下去 師傅你連炒肉片 你都把蔥段跟芹菜切斷下去 對 然後你就炒半熟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時候 炒半熟就可以了 對 你火要把它關掉了 好 然後這個我們就下去炒 好 炒半熟的時候 油蔥酥的酥 可以下去拌炒 對 這等一下我們就要放在上面的 然後這個蛋 好 蛋把它打散 現在已經味道都調好了 來 對 蛋要下去之前 來 牛奶 這牛奶下去的時候 就好像類似一個咖哩牛奶鍋一樣 然後加一點點下去就好 這牛奶絕對不能調味的 好 就是原汁的 差不多一碗就可以了 是 然後因為你在吃這個的話 一定要有一點點的濃郁度 我們不夠芡 就是加上一點點的蛋液 所以蛋液在這裡替代了芡汁 對 讓它滾一下之後 我們這時候大量的紅蔥酥就下來了 哇 然後你吃起來這個味道就很香 這個是我們剛剛炸的 這個 對 就要窮下來了 最后師父說兩天就用完了 對 然後這個就把它放在上面 這個味道會更容易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灑上一點點的 香菜 香菜 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哇 我們能夠吃出這個 蔥酥海鮮豹 好鮮甜 好好喝喔 好好喝喔 我已經吃兩碗了耶 台式咖哩鍋 真的 真的 因為我覺得台式咖哩鍋 這個重點就在於說 那咖哩味道跟油蔥酥的味道 加在一起的味道 超搭的 然後我覺得 它跟那種印度咖哩 日式咖哩之外 真的是開發出一道台式咖哩的風味 它完全不同於現在市面上的那些 一般的咖哩 而且我本來以為 咖哩的味道很重 你根本就會把油蔥酥的味道蓋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你吃得到油蔥的香味 我真的是太喜歡這個節目了 他把大廚師的秘密 鴨香寶全給它挖出來 我們講說紅蔥酥 紅蔥油 以前我想到就是我阿嬤 其實它是一個很純粹的一個 就是加了一點點在那個米粉東粉 就只有一個味道 就是紅蔥酥的味道 可是絕對吃不到像這麼 我是覺得很難形容它的味道 它裡面有海鮮牛牛肉 有鮮甜 又有咖哩又有紅蔥 我以前那種咖哩 我總覺得是比較西化的那個食物 國外來的食物 可是又把紅蔥酥的那個傳統的食物給加進去 那個是一個非常多層次的一個感覺 但是就營養學來看 大家有沒有知道 我不知道若師傅有沒有特別用心 他把我們所有的蛋白質全部都集中在一起了 我們所謂蛋白質 因為各種不同的必需氨基酸 是在不同的蛋白質裡面 魚肉蛋奶豆類 大家有沒有看 我們這邊有魚 魚代表是海鮮 它裡面有蝦子 有我們的帆利貝 這叫海鮮的蛋白 那魚肉我們有牛肉 蛋還有加了兩顆雞蛋 奶它有加了牛奶進去 豆類它還有豆腐 豆腐 所以我就想怎麼會一鍋 把所有的蛋白質全部收集起來 我們講說營養學的一個概念 就是怕過多過少跟不均 那你如果所有的這樣子的蛋白 我不知道若師傅真的是很用心 他為什麼會把所有的蛋白質 全部給他聚成一鍋 這個是我看到真的是 不只是好吃 還把營養的概念全部弄進去了 而且這個若師傅選擇的 這一個油蔥素跟紅蔥頭 一般人不知道 紅蔥頭壓根就是洋蔥的一種 對啊 因為其實像紅蔥頭 就是大家的印象裡面 它可能就是一個調味料而已 那其實紅蔥頭 就是我們一般最常天然 這個其實它的俗稱 它有學名的 它學名叫做火蔥 它很像是洋蔥一種 對所以它裡面也含有那種流化物 所以一樣你在切的時候 它也是會讓你流眼淚的 那其實我們通常用的部位 是它的零精的部分 就是會把它用來調味 那其實像那個紅蔥頭 我真的覺得它這是小兵力大功 也別小看它只是調味 其實它的營養價值非常高 因為它第一個 它裡面一樣也含有流化物 所以它都可以幫我們有預防一些 癌症的一個效果 然後再來它膳食纖維 含量其實也很高 100克就2.9公克的膳食纖維 然後再來它的營養素啊 就是其實像不是剛剛吃起來 就是有甜甜的感覺 對 那它相較於其他的蔬菜類 它含的那個碳水 好像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對 那它裡面也含有B群還有甲 所以其實對於高血壓 或是一些血液循環比較不好的人 就是適當地吃紅蔥頭 都是有它的好處 那接下來我們溫師傅要分享的就是花椒油 花椒油也是非常棒的辛香料 對 那而且很多比方說紅油炒手 或者很多川菜 就差這味 花椒油的味 對 今天要把這個絕學全部公開 真的 好 那師傅先分享 花椒是在哪兒呢 我們的花椒是用這個大紅爬花椒 還有綠藤椒 綠花椒 那這個綠花椒是新鮮的 所以它的精油含量特別高 那大紅爬花椒呢 它有分成柑橘味跟檸檬味型的 所以兩個的風味跟層次堆疊起來的味道 完全就會加成 好 那這個是一般的乾貨店 或者迪化街南北貨都買得到 或者中藥房有一些也買得到對不對 對 這個中藥房一定買得到 南北貨 對 那這個的話要去網路上也可以買得到 綠藤椒這樣子 好 叫綠藤椒 各大概1比1一部分嘛 對 那師傅要用三種油來做花椒油 對 第一種顏色比較輕的這個是 葡萄籽油 葡萄籽油 那中間第二種有一點點淡黃色 香油 這個是麻油的那種香油 香油 芝麻香油 芝麻香油 對 那第三種這個是花生油 第三種的是花生油 所以1比1比1嗎 對 1比1比1 這個是200克各200克 那我們現在要把它加下來 三種油加下來的時候 要留1 3分之1 所以要留200克下來 好 那我們的這個花生油跟芝麻油 各留1 3分之1起來 好 花生油跟芝麻油 各留1 3分之1起來 對 那這3分之1 3分之1的話呢 我們要倒在這個 待會兒預留起來 我們待會兒要把它沖田下來 好 那我們要來炸這個蔬菜 因為煉花椒油前面呢 我們要練基底油 我們要練基底油 基底油的話用蔥 蔥 蒜 所以現在先放的是 蒜片 蒜片跟薑片 對 薑片 因為我們節目錄影的時間好 所以我們這個薑跟蒜切成片狀 不然你可以圓粒型的 就是整片 拍扁 真的喔 對 拍扁 圓粒型的 你的意思是說 有些餐廳都是這樣子煉 對 我們在餐廳的手法 就是那種蔬菜管子 就是這樣煉 就會更大量做 它會先煉一個底油 叫底油 那底油它大部分都是 三種油結合在一起 讓它香氣在煮的當中 它會層層堆疊 目前為止都還沒有花椒 對 因為花椒 花椒的部分 我們用這個科學測試出來 科學 對 因為花椒裡面 它的精油含量非常高 對 那你的精油含量 它必須在110度C 去做一個累積 大於110度C 它會就是揮發的特別快 所以我們要用110度C 為什麼這個要流一些油 就是這個三分之二的油 拉高去炸 就是炸這個蔥 薑 蒜 跟紅蘿蔔的時候 它的油溫會大於110度 對 那你要用這個三分之一的油 再回沖下來冷卻 讓它降到110度 然後再泡在這個裡面 那今天因為這個綠花椒 有綠花椒粒的部分 要把它碎化 對 碎化之後它的精油 就是接觸我們油脂的那個麵 變比較大 對 所以它的香味釋放出來會比較快速 所以這個花椒是要用泡的 要用泡的 不能練 好 那我們溫師傅 現在基底油已經練好了之後 把我們的大紅袍跟我們綠花椒 一定放到我們另外一個容器裡頭 有打碎了 所以大紅袍不打碎 只有綠花椒打碎 要要兩個都打碎 對 然後它要讓他們做油浴 是 油浴死吧 好 我們現在把火關掉 關掉 關掉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讓油降溫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這時候有降溫 好 這個是室溫的油 三分之一讓它降溫 讓它有110度左右 對 這樣把它冷卻好 然後我們把它沖下來 那我們另外準備一個綠勺 綠掉我們剛剛炸的這個 胡蘿蔔或者是蔥薑蒜 可是剩下的油就要來泡這個 大紅袍跟綠花椒 對 那你要把它攪拌一下 所以跟剛剛雅蘭做蒜油蒜片 跟我們洛師傅一樣 都要讓它攪拌 可是目前為止 我們是為了鏡頭拍攝清楚 對 所以我們放在爐台上面 這裡爐台並沒有再加熱 對 這個是用油泡 好 那師傅學生好的問題 油泡要泡多久 一般如果是我們今天這個 碎化過的 泡超半天就有味道了 半天 對 要泡半天 那你這個 如果說 為什麼我們會加了香油 因為香油在這個組織裡面 油脂在這邊 它有豐富的維生素衣 它可以自體保護 不會讓它油耗這樣子 氧化 抗氧化 對 那我們今天要來炒這個雞丁 炒雞丁的時候 我們會用這個 用一點花椒的顆粒 就是油我們也要用 但是這個 這個花椒渣 也要一起加下 好 妙了 加到雞肉裡 加到雞肉裡 我們要來醃它 師傅 現在要醃這個雞肉 對 要做一個花椒油 炒雞丁 那這個雞丁呢 事先把它這個 切丁嘛 這個是雞胸肉 雞胸肉 好 然後我們加點醬油 我們竟然喔 大概加了一匙的花椒油 那連它的顆粒一起下 然後再加一點醬油 酒一大匙 來醃漬我們的雞丁 還有酒 所以它的成分就是酒 醬油跟一點花椒油 還有糖 還有糖 那可是它是雞胸肉嘛 它本身也比較沒有油脂 是 好 我們把這個調味料 跟我們的這個肉的部分拌勻 一般我們在煮這個花椒油的時候 因為為什麼要讓它冷卻之後 它還可以保留的那個香味 就是你在加熱的時候 你絕對不能過熱 過熱的話 它會怎樣 整個飛花掉了 那它整個這個裡面的香氣 它就不會鎖在油裡 對對對 所以這一個一定要切記 很重要 好 那吳師傅剛剛打散了 這個我們的顏料 再放一點點的蛋液 跟一點點的這個粉 玉米粉 對 我們把它醃漬起來 好 那它吃起來就會比較滑口 好 然後呢 師傅另外熱一個不沾鍋 要跟大家分享這個花椒油 怎麼樣來炒雞丁 好 我們要一點油 我們要把雞肉的部分把它預熟 那花椒油的部分 我們是最後起鍋的時候帶下去 它的那個香氣跟味道 比較可以附著住 好 那我們現在鍋內放一點點的油 那這裡就不用放花椒油 那把我們剛剛醃好的雞丁下去 那師傅你炒雞丁的同時 我請教一下 你剛剛講 像現在泡製 它還在泡的花椒油 以今天這個份量 跟它曾經磨可磨碎 對 所以它大概泡半天就好 是的 是的 半天之後你是不是一樣 會讓它油膠分離 對 要把它分離 好 分離出來的這個油 我們就可以把它另外盛起來 裝品 那這個渣渣的部分 就可以醃料 或者是我們煮這個水煮牛 或者是煮根腸腕的時候 挖一點起來 下去做 對 那通常這樣子 要不要放冰箱保存 不用 不用 不能放冰箱 不能放冰箱 對 放長溫 那它大概可以長溫 放長溫 因為我們加的香油 大概可以放個三個月 好 大概可以三個月 所以觀眾朋友也可以做一批 然後這樣小小一罐 分裝送朋友 對 喜歡這種焦麻味的人 就會很喜歡這一味 好 好棒 我們給左邊的聞一下 因為我剛剛偷開了它那個瓶子 它那個花椒有顏色那麼淡 可是你打開那個花椒香好濃郁 很香 好香 洪醫師沒有騙人對不對 對 可是你看到那個很淺的顏色 你無法想像它那麼香對不對 是 而且那個香很刺激 對 難怪花椒被列為十三香之首 知道嗎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大家以往 通常對於剛才的大蒜 或洋蔥的健康 都已經很有久有耳聞 可是對於花椒 對身體有什麼好處 比較少知道 那花椒其實它除了是一個新香料之外 你實在《本草綱目》怎麼寫它 他說花椒可以 對你牙齒好 明目 對你眼睛好 這還不是它最猛的 它寫的 我也不知道李徐生有沒有不實廣告 因為李徐生還說 久福 就如果吃很久的話 他說可以幹嘛 他說第一個 好顏色 竟然臉色好 氣色好 對 第二個叫做 就是還抗老 抗老 對 然後叫做什麼 增年 就是讓你活得更久 然後健身 讓你精神好 所以我們不知道李徐生 到底有沒有幫花椒做置入行銷 但是我們知道說 以本草綱目來講 它是一個非常好用 會開發李徐生 會 還好他死了 對 總可以對苦的沒禮貌 好 沒有 李徐生活到現在 就是衛福部長了 很好 很奇怪 我們的雞丁 雞片 怎麼現在都焦香了 煎到這樣上色這樣子 哇 對 我現在這裡聞到好香的那個花椒香 好 我們先把它做一個取出的動作 然後我們來把這個辛香料 這個時候雞肉的部分沒有純熟 大概八分熟 好 雞肉大概八分熟 我們把辛香料的部分加下 好 那我們的這個蔥 薑 蒜 一樣再下去 對 好 對不對 洪醫師很難想像 對 這麼乾淨的油 然後聞起來好香好香 對 這個很奇怪 我剛剛把它打開 因為剛剛鼻子完全沒有聞到這個味道 因為整個封住了 對 一打開之後整個往腦門衝 嗆上去 那個像一些 你在聞那些花草香精油的味道 可是花草香精油那個很濃郁 可是它沒有那麼濃郁 可是它是非常香 非常那個叫做 溫順 對 溫順 然後就讓你感覺很舒服的一個味道 就很刺激的 那也會開你的食慾 對 你會突然覺得整個開始 腸胃道開始蠕動起來 我自己打開一聞 我會覺得鼻子會暢通 然後很舒暢 然後就覺得 這個油好像也沒什麼東西 怎麼這麼濃郁的味道 好 那我們師傅 炒香了 蔥薑蒜 這個辛香料還有小黃瓜 跟這個小黃瓜 還有肉我們這時候加下 加下來之後 我們現在把調料加下來好 好 酒一大匙 酒一大匙 這個醬油一大匙 哇 蠔油一大匙 這個是蠔油嗎 對 蠔油一大匙 然後我們的胡椒粉 師傅這個是川菜嗎 就是花椒油的 對 然後一點這個汁 一點點的汁 四分之一小汁的汁 好 最後把我們的炒料拌炒均勻 對 現在空氣中瀰漫著 川菜館的味道 川菜館的味道 有那種辛辣感 真的 好 一小匙 就是那種花椒香 一小匙的花椒 好開喔 好 這樣就可以拌炒均勻一點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我們師傅這個花椒油又香 然後焦麻又刺激 可是不辣 然後這個雞肉又嫩 好好吃喔 而且那個麻是在嘴裡面 慢慢地麻開來 它完全不辣 對 你吃完之後會享受那種 麻麻的感覺 好舒服喔 這舌頭會上癮 對 真的 因為它一開始 吃進來的時候 你感覺到的是它那個香味 就像我們剛才打開那一瓶一樣 那種很直接沖進來的香味 然後那個香味呢 你就覺得 哇 它好香喔 可是一開始我會想說 可是好像不會辣喔 可是後來發現你吞下去之後 留在舌頭上就是那個感覺 我們吃花椒其實不是辣 而是那個麻 可是有些花椒的麻 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為什麼呢 它太強烈到會讓你 我以前每次吃到這種花椒 都會覺得像咬到金屬的感覺 你有沒有覺得 有時候你吃到一些金屬 會有那種感覺 然後覺得沒鬆快 可是它沒有 因為它的那個是非常的淡 所以你會只會覺得 舌頭有很 知道那個花椒 就一點點麻麻的 一點點那種特殊的花椒味 你就覺得非常的舒服 好 那節目最後 洪醫師也給觀眾朋友 一個健康小叮嚀 市面上很多所謂什麼 調和風味油 事實上它到底是用什麼東西 去調和它的風味的 很多都是來自一些香精 跟一些色素 所以我們今天學會了 我們用一些天然的 蔥 薑 蒜 花椒 這些健康的食材去調和我們的油 所以這個是所有的媽媽要學的 來一個更健康 其實蔥 薑蒜 不只說 其實在我們現在 像冬天很容易感冒的時候 可以預防感冒 那又可以增加我們的一些代謝 那又可以防癌 所以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食材 第二個關於油的 我們剛剛講的 飽和油脂跟非飽和油脂 都要攝取 不能只單一攝取某個油脂 那一天大概可以攝取三匙油 那另外大家買油的時候 盡量買小瓶一點 不要放太久 油還是會變質的 好 謝謝洪醫師的丁玲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健康美味油 包含了蒜油跟蔥油 以及最後的花椒油 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PO在臉書上面 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跟下載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